现在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因为我们就要把身后我们车上这个Rolling 30 跟了我们去年一整段房车旅行的这个图案撕掉了 当然辞旧迎新嘛 我们把这个撕掉之后就可以换新的涂装了 开撕 这么一下子撕完还有点畅然肉失呢 难道我们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吗 不可能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有周边了 其实做周边的想法 我们在去年开车到西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坐嘛 有一点点没有经验 不是一点点是很多多 所以就一直在慢慢的打磨 不过幸好这个周边呢 在我们第二季正式出发之前做出来了 也算是可以给Rolling 30做一个圆满的收尾工作 我们这次的纪念周边一共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手里的这个小包包 一个是我手里的这本杂志 不知道大家第一眼能不能看出这个包包长得像什么 给大家三秒的时间可以把答案打在宫廷上 我们这个包包呢是以胶卷的形状作为圆形去设计的 包上的图案和主要的配色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Rolling 30第一季车身的涂装图案的 我们请设计师根据它原来的灵感重新设计了这个包的外观 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买回家 真的销到一九八我们的小黑带回了家 而且它就像轮胎一样可以滚走 原来这也是Rolling的含义 Rolling 在这个包的侧面呢我们还设计了这种半透明的材质 这样的话它看起来就像是要抽出一片胶卷来那样 大家觉得有没有那味了 然后在这个包上面这些文字信息呢 都是跟我们上一季的旅行相关的 比如这里的100代表了我们之前为期100天的旅行 下面的14380公里是我们上次旅行的总共里程数 这下面这顿小小的数字它的含义厉害了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车的车身尺寸 代表了我们这个家的大小 这个包呢我们配了一个黑色的背带 然后它是可拆卸也可以调节长短的 做这个胶卷包呢 我们的初衷是想表达我们一路上用影像 记录了我们的旅行 但是后来我们回忆的时候呢 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没有来得及被影像 记录的瞬间 其实也是我们特别想要记住 并且想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呢就有了这本杂志 里面是我们旅行中的30个美妙瞬间 这个册子里呢其实主要是文字 就好像我们邀请你坐上了我们的车 在你身边和你一起聊了聊一路上发生的事 这本书呢它算是我们rolling系列的第一本杂志 我们也是拿出了100%的诚意在去做这本书 收到这本杂志的朋友 大家还是会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页数也非常的多 其实说句心里话 方在当下这个时间点 做这样一本纸质的书 它其实是非常奢侈的 不仅是我们前期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去做编写排版设计的工作 而且它本身的印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但我们还是坚信 文字是有温度和重量的 而且我们非常真心的想要分享这个旅程中的瞬间 所以我们最后坚持把这本书做完了 并且带到了大家面前 还有一个非常私密的小瞬间跟大家分享 昨天晚上我跟小莫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 小莫放了一段庆祝的背景音乐 然后为我独家朗读了这书里的一两章内容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有心理的触动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我没法分享给大家这种感觉 所以下面就有声忧小莫为大家带来一段书里的朗读章节 第十个瞬间 倘若你没在一片漆黑中凝视过月亮 就不会感知到它真正的光芒 彼时我们正在阿里北线漫长而枯燥的驾驶中 一切突然变得沉默而寂静 我们缩在一个小小的铁盒子里向前挤持 却仍然感觉到黑夜那股吞噬一切的力量 正在后面穷追不舍 仿佛是天地之间突然打开了一盏灯 那银白色的光亮 一路抚平了我们车轮下的路 我们旋着光的方向 终于又重新看到了山的线条 水的纹路 而这公路似乎不再通往下一个城市 而是直奔月球 那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请问如何才能获得小木与阿侯的这些周边呢 方法很简单 只要打开大家手里的橙色APP 然后在里面搜小木与阿侯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店铺 在店铺里大家可以找到小木与阿侯的周边套装 一口气就可以把这两个宝贝带回家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第一批是限量的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家人们冲呀 好了 那今天也让我们接这个机会 和Rolling30好好的说一声再见 接下来就是2021年崭新的旅程了 又是下一集 又是下一季 拜拜 Rolling第二季 我们回来了 所以我们最后选了哪条线呢 我们选了 等到你 看看